哔哩哔哩 对于中高端手机SoC 我们经常能看到他们的性能测试 你很容易找到像骁龙888、870、麒麟9000、联发科天机1200之类的性能测试 所以当你预算两三千去买手机的时候 其实你是很容易搞明白这些手机的性能水平的 但是有一类手机和他们的SoC 其实并不经常出现在各家媒体的测评当中 那就是现役的这些千元低端机 作为发烧友 我们在这个价位段往往可能会选择一些二手手机 但在一些特殊的需求下 这些手机是有他们所对应的受众的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很难知道他们究竟如何 而且这些手机的商品介绍页面也在关键的地方写得非常模糊 比如什么高通8核处理器之类的 你如果光看现在这些2000元以上价位的手机 还以为这种老套的画素已经消失了 那其实他们只是隐藏在了我们这些发烧友不会看的手机上 所以为了看看2021年我们花1000元 到底能买到什么样的手机 我在拼多多白亿补贴当中选择了6款SoC各不相同的900到1100价位的手机 来看看这些机皇们的表现究竟如何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选手们 红米Note 9 5G搭载联发科天机800U处理器 6加128G存储6.53寸60Hz1080P LCD屏 成交价格1079元 荣耀畅王20搭载紫光虎闷T610处理器 6加128G存储6.5寸60Hz 720P LCD屏 成交价格1021元 摩托拉G50搭载高通骁龙480处理器 8加128G存储6.5寸90Hz 720P LCD屏 成交价格999元 OPPO A53搭载联发科天机720处理器 4加128G存储6.5寸90Hz 1080P LCD屏 成交价格1084元 爱库U1X4G搭载高通骁龙662处理器 6加128G存储6.5寸60Hz 720P LCD屏 成交价格1065元 以及同样来自爱库U3X 处理器换成联发科G80 其他配置和U1X大同小异 成交价格999元 这里面 红米Note9 摩托拉G50和OPPO A53支持5G网络 其余三款支持4G网络 但搞笑的是 现在都2021年了 荣耀畅玩20 居然不支持5GHz频段的WiFi连接 我都惊呆了 这个手机我下原神的数据包下了一个多小时 我都想给它接个Type-C网卡了 如果你要购买一台千元机 那么显然你的预算并不会非常充裕 所以配件就非常重要 这六款手机都标配了充电头 充电线和手机壳 这一点上比万元的iPhone 12 Pro Max良心多了 充电头的具体参数 在屏幕上你可以看到 虽然它们都不算快 但至少也没有5V1A 还是不错的 不过有个很有趣的地方 两台来自爱库的手机 虽然充电头规格相同 但是这两个充电头的外观居然不一样 而且这两台手机的接口居然是Micro USB 这真的是2021年买得到的手机吗? 当时我准备充电的时候看到这个都惊了 手头一时半会儿居然只有包装合理的线能用 对了 这两台虽然都是爱库 但居然一台用的是爱库UI 一台是Origin OS 这个就是千元机吗? 我对接下来的测试开始担心了起来 不过有意思的是 这几台机器都有极为先进的3.5mm耳机孔 虽然这些手机包装里都没有送耳机 但想想买个圆道搭配它们应该也能听到流泪吧 然后我们把这些机器拿到手上之后 很明显 每台机器的质感都很有对应品牌的特色 红米这个大塑料后盖的材质 不说的话我还以为是充花费送的手机 都升级到这么多颗摄像头了 反而是OV这三台手机在手里面的感觉还真不错 荣耀这个摄像头真的是给我看笑了 摄像师给大家仔细看看这个摄像头 这个假摄像头真的是绝了 乍一看你以为是四摄 仔细一看是双摄 拿起来一拍还是当它没摄吧 就是个二维码扫描仪 不过不只是荣耀畅王二次的摄像头不咋地 其实这几台都不咋地 所以我就不放样张了 没意思 屏幕方面 这六台手机也是有好有差 观感最好的毫无疑问是OPPO A53 90Hz的1080P LCD RGB排列400加DPI 单转精细度反正看起来比我的12 Pro Max还高点 还有90Hz 不错 红米Note 9 5G也使用了一块1080P的屏幕 但是刷新率是60Hz 稍微差一点 但是其他的这几台可就不是差一点了 2021年了 这些手机还在用720P的屏 爱库和荣耀这720P加60Hz的屏幕简直令人感动 不知道是不是和Switch抢来的库存 还是偷偷把奥迪车机改造成了水滴屏 我懂啊 摩托拉的G50虽然有个90Hz 但是这个屏幕的可视角度 我还以为自己在用摩托拉拉V3 亮度表现的几台手机的表现差距也不小 总而言之 这千元级的屏幕我本身就没抱太高希望 但是有超出我预期的 也有差的实在离谱的 真不愧是千元级 但是比起摄像头和屏幕 这些千元级还有更骚的操作 这台摩托拉G50里面有一个检测心跳的功能 我本来以为是像现在那些智能手表那样 用摄像头加闪光灯来检测心率 还觉得挺贴心的 说到它这个心率检测确实用到了摄像头 但是是通过这种方式 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自拍也能检测心率 我那个时候特别好奇它的原理 难道它是用陀螺仪检测你手抖的程度来检测心率的吗? 我还想如果真是这样 那还挺巧妙的 为了验证一下是不是这样 然后我就用手机支架把它固定在桌子上 然后又开始自拍测心率 结果还是能正常工作 那显然地面没办法一秒钟地震这么多次嘛 一不做二不休 我拿平板放张同事的照片 卧槽 这也能检测出心率 卧槽 这也太牛了 你现在不仅能看到照片里人物的表情 你还能知道拍照的时候他的心跳 也许有这台手机我脱端可能就有希望了 这么一想 果然这个千元机才是人类科技的结晶嘛 回到正题 我们今天的测试主要还是测性能的 所以咱们就从CPU基准测试开始 这些手机搭载的SoC 可谓是鱼龙混杂 规格是五画八本性能 各有千秋 单看参数 红米Note 9 5G的天玑八百又毫无疑问是这里面最强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 Geekbench 5当中凭借着这些SoC里最先进最高频的2.4G和A76大核 红米Note 9 5G跑出了单核601分多核1724分的整理 这个性能甚至和骁龙765G都没有差很远 同样基于A76大核的 搭载天玑720的OPPO A53和搭载骁龙480的摩托拉G50 紧随其后 单核都突破了500分大关 然而 剩下的三台机器的单核成绩就非常感人了 尤其是使用骁龙662的爱库UEX A73架构在这个时代用在电视里还行 用在手机里还是算了吧 好在它是四大核的CPU结构 多核跑分并不算太难看 但是单核性能实际上非常重要 所以从CPU的部分来说 相对较性的架构非常重要 千万别觉得骁龙480是4系就会比骁龙662弱 实际上CPU部分上的480更多意义上是一个765G的阉割版 用上三星8nm也比老周的11nm功力的骁龙6系老产品好不少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GPU的基准测试 在GFXBench Aztek Ruin测试当中 它们的性能差异就更大了 领跑前场依然是红米Note95G里的天玑800U 1080P 21帧 1440P 8.1帧的性能已经超过了骁龙821 和大哥天玑800以及骁龙835的差距也并不是很大 摩托拉G50搭载的骁龙480的表现也不错 1080P 18帧 1440P 6.7帧的成绩 在今天的六台手机里排第二也达到了骁龙821的水平 接下来是搭载天玑720的OPPO A53 1080P 16帧 1440P 5.6帧的成绩 接近iPhone 6s上的苹果A9 但剩下的三台手机可以说性能是断崖式的差距 iQ1X以及U3X上的骁龙662和联发科技80 它们的GPU性能甚至不到天玑800的一半 而至于搭载虎伴T610的荣耀畅王20呢 我真的觉得3D游戏并不是特别适合这台手机 毕竟连5GWiFi都没有的手机你可能也不太想拿它打游戏吧 接下来我们跑了3DMark Wildlife Extreme的Stress测试 首先要说的是 由于这些手机的SoC定位较低 所以规格上也比较低 相对应发热量也很低 所以它们几乎都不降频 只有红米Note 9因为性能比较强 所以略微出现一些降频的 只是虽然不降频 这个测试的过程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痛苦了 并在测试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红米Note 9 5G还跑出了这样的情况 但最终跑出来的成绩确实又没有什么问题 负载曲线也相对合理 所以我们并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导致的 也许可能是米Y的问题 谁知道呢 跑完了我们天梯旁的测试之后 我们也来实际跑跑游戏看看这些手机到底能不能玩游戏 我们直接上原神吧 不过对于这些手机来说 跑最高画质的原神可以说是吃人说梦 所以这次我们的原神测试直接拉到嘴底 测试过程当中 所有手机的屏幕亮度都交转到200尼特 结果其实和预期当中差不多 红米Note 9 5G的天玑800U表现最好 平均39.8帧 并且全程都比较稳定 但由于CPU的性能不足 小卡顿还真是不少的 摩托巴G50的骁龙480和OPPO A53的天玑720 紧随其后分别是38帧 36帧 也同样是不降频但容易出现小卡顿 至于剩下这三台嘛 就真的是菜鸡互卓了 都是30帧左右的平均帧数 虽然并不降频 但是它们可不仅仅是帧数的 这个卡顿我真不觉得能凑合玩 好在这六台手机都非常的节能环保 它们当中功耗最高的荣耀畅玩二次 平均整机功耗也不过3.5W出头 任你玩多久都不会降频 只要你能玩得下去就行 显然这些手机玩原神 并不能胜任 我觉得要想拿这种手机玩原神 恐怕米哈游最近在测试的云原神会合适一些 那我们用支持5GWiFi且性能比较差的爱库U1X打开云原神 把画质开到最高加60帧看看能不能玩 先试试负载非常高的到期程 在我们的WiFi条件下运行毫无问题 60fps满帧加上比手机最高特效还高的特效等级 延迟也完全可以接受 但因为是视频流逝传输 所以移动比较大的时候还是会有点模糊 但我觉得这个游戏体验和这些手机本地运行的游戏体验相比 绝对是质的飞跃了 那这种手机可以玩什么游戏呢? 嘿嘿 这个时候就要打开王者荣耀了 并这是个在冰箱上也能玩的游戏嘛 这个部分的测试当中我们都开启了非HDR的高画质 结果这六部手机依然延续了之前的表现 性能比较好的红米OPPO和摩托罗拉 基本上可以保证全程满60帧 只有在水晶被推的那个爆炸的时候略微掉点帧 但我觉得游戏体验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另外三台机器的表现就非常一言难尽了 尤其是荣耀唱完20和IQUX 连打王者荣耀都卡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告别游戏了 总结一下他们的性能吧 其实各位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这六部手机是分成了两个层次的 红米豆9 5G、摩托罗拉、G80和OPPO A53 搭载了比较现代的SoC 虽然他们的性能也是由高到低有排列的 但是他们的整体性能还算说的过去 甚至说已经摸到了835的屁股 我觉得应付日常应用算是勉强可以用的水平 但是IQU那两款机型和荣耀唱完20的性能 就真不太行了 他们都是SoC架构相对较老 制成相对落后的产品 所以表现比起前面三款是有明显断层的 但IQU这两台机器用起来至少还相对现代 至少如果你完全不玩游戏的话 也属于那种不是不能用的水平吧 但是荣耀唱完20这台机器 不管是UI还有什么只有2.4GHz的WiFi等等 这看起来都实在太过实了 整机质感和搞笑的摄像头也让我对它印象非常不好 考虑到它电池还蛮大的 那可能如果有一天你要带出去野外 也许可以考虑带一台唱完不了任何游戏的荣耀唱完20吧 到这里这期节目的内容 我觉得差不多也就可以结束了 我觉得这些千元机的意义可能更多在于 你可以用这种价格买到一部全新的手机 并且其中有几台还支持5G 如果你对手机的性能完全没有需求 或者只是当一台移动热点机 那我觉得这里面有几台机器是可取的 但是这里面也有连5G、Hz、WiFi都不支持的神奇型号 想想看这里面有的手机可以支持5G 然后有的连5G、WiFi都不支持 真挺神奇的 而且因为它们的处理器规格 它们都拥有非常优秀的续航表现 以及不管干啥都不降频的能力 所以如果对手机的性能完全没有需求 那这些手机也的确有它们存在的意义 但它们也并不那么适合玩家 那如果你预算非常吃紧 也不那么在乎续航和网络这些东西 但又想要相对高性能 也许85或845的老机皇更适合你 毕竟千元以内 你还能买到一台能装Windows11的手机呢 你说对不对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长按点赞键来个素质三连 最重要的是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